大家好,歡迎來到還是要發光 在世世紀中,神的百姓不斷地遠離神犯罪 當以色列民在罪終的時候,上帝就壓制他們 但上帝是信實的上帝 當以色列人呼求的時候,上帝仍然會拯救他們,賜他們平安 今天你就會聽到一個名叫底波拉的故事 底波拉是上帝為了拯救以色列民興起的下一位事實 這是一個關於名叫底波拉的故事 神為以色列興起了領袖 但在他們死以後,以色列人又開始犯罪 忘記了上帝的作為 以色列民開始背離上帝,不再跟隨他 但上帝仍然愛他們 他想提醒以色列民,跟隨他真的很重要 因此上帝允許迦南王耶賓來接管以色列 耶賓有一位管理以色列軍隊的元帥 他的名字叫做西西拉 西西拉有900多輛鐵戰車 但西西拉並不是一個好人 而且西西拉很喜歡欺負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試圖靠自己的力量抵抗 但在經歷20年以後,以色列人終於向上帝呼求 求上帝拯救他們 孩子們,尋求上帝的幫助是一個好的主意 儘管上帝是同管一切的君王 但上帝還是拣選了適合的人來帶領他們 這樣的人被稱為士師 有一個名叫底波拉的士師 她也是一位先知 先知就是可以聽到神的話語 並把神所說的話分享出來的人 底波拉是一位堅強、有能力的女人 她聽從神的話 幫助解決以色列人之間的爭論 並努力帶領百姓回到神的面前 她收到從神來的信息 神說她已聽見以色列人的哭求 所以底波拉派人去告訴巴拉說 上帝要你帶領一萬人去 塔伯山和耶賓的將軍西西拉打仗 這樣就可以停止西西拉再次欺負我們 但巴拉不太確定 事實上她非常的擔心 她回覆說 如果底波拉和她一起去 她才肯去 底波拉告訴巴拉不要擔心 因為上帝要將西西拉交在一個富人手裡 巴拉順服了 所以她與一萬名士兵就往塔伯山去了 當西西拉聽到以色列軍在塔伯山上 就率領全軍和900輛鐵戰車前去和他們打仗 底波拉可能會害怕 但她知道上帝與她同在 她對大家說 準備好 今天就是上帝要使我們戰勝 西西拉的日子 於是巴拉和她的手下西西拉和她的軍隊進攻 所有的士兵都迎向前 在神的幫助下 西西拉他們的鐵戰車失去了作用 巴拉的軍隊很快的就使西西拉全軍覆沒 現在剩下西西拉她一個人在逃跑 西西拉後來逃到了盟友的妻子 亞裔的帳篷前請她協助 亞裔知道西西拉是個邪惡之人 與上帝為敵 她先出來答應幫助她躲藏 等到疲憊的西西拉陷入沉睡 亞裔拿著錘子和釘子進入帳篷 直到巴拉追趕到帳篷的時候 西西拉已經死了 正如底波拉所預言的 在那之後 上帝幫助了以色列人打敗了迦南王 以色列民又平安的度過了好幾年 底波拉和巴拉還作詩唱歌 讚美上帝 並和百姓慶祝上帝如何拯救了他們 這就是底波拉的故事 就像過去 上帝為以色列人而戰 這次他才派了底波拉 巴拉和亞裔來擊敗了迦南 底波拉是一位願意聽上帝聲音的人 當他聽到上帝的聲音 他會順服且不懷疑的去做 就算別人不跟隨他也不在意 他不讓任何的事情來燃阻他 我們要學習像底波拉一樣 願意花時間去聽上帝的聲音 當上帝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的時候 我們就要有信心 並且認真的回應上帝要我們所做的 最後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上帝 請你幫助我們像底波拉一樣 願意聽你的聲音 並且認真的回應你要我們去做的每一件事情 幫助我們在各方面都可以成為一個卓越的人 讓我們在各方面都可以為你做見證 小孩禱告是奉耶穌基督的名祈求 阿們 還是要發光 我們下次見